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新老師 我的名字叫陳友詠 大家可以叫我陳友詠老師 或是陳老師都可以 我今年主要教的科目 就是中文科和普通話科 很高興今年可以加入黃芬蘭中學 和大家一起去過很開心的日子 其實網上授課 對同學或老師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雖然我們去年都已經試過半年 問題當然會有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有時WiFi的訊號可能不太好 有些同學會斷線 可能技術方面的問題會比較多 不過我覺得同學的表現都很好 譬如有時訊號不是太穩定 他會預早跟我說聲 讓我知道 又或者家裡未必有個打印機 他都會跟我說 如果他通知了我 我就會跟他一起想法 例如會不會找其他同學 去幫他印資料 或者可能用電腦去編輯 那個PDFile 這些方法都可以幫助同學 解決到技術上的問題 當然會有 例如開學的初期 始終我都是新老師 跟同學不是太熟 可能同學的反應會比較慢 也可能對著電腦 沒有即時的互動性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 我自己初中的同學 就跟他們搞搶答的比賽 後來我看到他們的反應都很踴躍 基本上這些同學 每隔一兩秒就馬上打個答案出來 整堂都是這樣 我覺得同學這方面的表現都做得很好 想賺一賺他們 這班就是2CD班 按讚 按讚 訂閱 按讚 這邊 按讚 按讚 按讚